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法国城关教会家人们 大家祝日平安 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上个星期 我们谈到 这个跟从耶稣的使驾路 那今天 我们的信息会还是继续 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 跟随耶稣的使驾路呢 或者说在跟随这条道路的时候 我们会遇见怎样的情况 在圣经里面 让我们看见的是 门徒有各种的软弱 各种的失败 但是主耶稣继续不断的调整他们 可以继续的情形 所以今天和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 与耶稣同路情形 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 与耶稣同路情形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 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 入家福音第九章三十七到六十二节 那么我们就打开圣经 第九章我们把今天这里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第九章我们读三十七节 开始 我赌单节你们赌酸节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 一二三 第二天下了 我单节你们酸节 第二天他们下了山 就有许多人迎进耶稣 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 鬼又救他抽风 口中流没 并且重重地伤害他 难以离开他 耶稣说 这又不幸又悖逸的事态 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导几时呢 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 众人都差一省的大能 耶稣所做的一切是 众人正稀奇的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要导几时呢 因为神是将要被交战 他们不明白这话 意思乃是隐藏的 叫他们不能明白 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 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 就领一个小孩子来 叫他站在自己的旁边 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 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 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 那里的人不接待他 因他命向耶路撒冷去 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 主啊 你要我吩咐活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他们 像以利亚所做的吗 耶稣转身 责备两个门徒说 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并不知道 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 是要救人的性命 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 他们走路的时候 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你问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有一个人说 跟从我来 那人说 主容我心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说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 又有一人说 主我要跟从你 但容我心去 辞别我家里的人 耶稣说 手扶着你向后看的 不配敬神的国 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的经文比较多 不但如此 经文里面的内容也是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就选取一些经文 但是我们今天读的还是挺多的 那么这段经文呢 它有许多的小的试镜组成 所以说它的内容多 是试镜很多 但是作者虽然有这么多的试镜 但是作者在当中表达的 忠心思想是统一的 那么上个星期 我们学习 跟从耶稣的十架路 耶稣向门徒启示 他自己的身份 是神所立的基督 那么之后 耶稣就随即说出 他说他将要在耶路撒冷受苦 然后被交在人的手里 并且受死死后复活 所以耶稣告诉门徒 这个米赛亚呢 是一个受苦的米赛亚 那么门徒对于这个受苦的米赛亚 门徒是很难明白的 因为犹太人的文士 他们向来教导说 米赛亚是一个得胜的君王 所以当耶稣说出 他不当是要 他自己受苦 耶稣还要对门徒说 你们要起来跟随耶稣 要舍己 背起十字架 所以耶稣告诉门徒 要先经历苦难 后得着荣耀 然后三天之后呢 不是三天之后 这个八天之后 那么耶稣又带着 三位门徒上山 所以登山并向 又是耶稣让门徒 去经历神国度的荣耀 让门徒可以看见 永恒当中那位荣耀的耶稣 那么在山上的时候 三位与耶稣最亲近的门徒 他们已经可以说 我们在山上会可以看见他们 表现出他们对耶稣呢 是非常的无知 对于心受苦后的荣耀 这件事情是不明白的 因为我们在山上的时候 我们看 圣经说当耶稣跟摩西 以利亚在谈论耶稣去世的事 彼得 约翰 雅各 这三个门徒 在那里打盹 中文用打盹 其实原文的意思是 沉重的睡眠压着他们 不是一般的睡觉 好像非常沉重 很想睡的那种 睡眠就压着这三个门徒 所以可敬 门徒的心理是非常耻顿的 对耶稣的受苦呢 也是迷迷糊糊 所以摩西 以利亚他们跟耶稣在谈话的时候 一直到他们谈到要离开了 门徒就醒过来了 有多少人 上会了就醒过来了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 我小时候 这个四岁五岁去听到 就是荣耀贵族民 我就醒过来了 甚至我还可以掐着他 唱之情就醒过来 多厉害啊 不是唱之后醒过来 这个时间真是太精准了 所以这些门徒也是一样啊 耶稣谈完话 摩西跟伊利亚要离开他了 两个门徒就醒过来了 然后他们醒过来之后呢 又犯错误 因为彼得说 这里真好啊 我们就搭三座盆 我们就住这里吧 那这里注意 搭三座盆呢 这里其实有个住盆节的概念 住盆节在旧约新之书里面 常常是预表将来荣耀国度的实性 所以彼得的敬意 显然就说 哇 这里的荣耀多好啊 已经是将来 这个神的国度实性了嘛 那我们就住在这里算了 我们就不要下伤了 也不要去耶路撒冷受苦啊 所以当彼得这样想的时候呢 突然说话之经 云才就出信 然后云当中就有声音出来 那这个云才出信 可以说是代表神出信 因为神不能直接醒信 人是没有办法的 那声音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谨选的 你们要听他 所以显然彼得是完全的错误 彼得想要直接得到荣耀 所以耶稣登山 醒出荣耀 这个让门徒经历呢 显然是为了激励门徒 去跟从耶稣 但是在山上的时候呢 作者路加已经在那里 为我们买下一个伏笔 会让我们接下来看见 这些门徒糊里糊涂的 他们对神国的事情 是很无知的 所以接下来今天的经文呢 就写到 耶稣从山上下来 耶稣下来 要完成他去 耶路撒冷的使命 耶稣要死在那里 并且从死里复活 那么这些门徒呢 他们会如何跟从耶稣呢 山上糊里糊涂 已经遇世了 这些门徒 面对耶稣十字架的道路 他们真的是会南辕北辙 会形同陌路 他们对耶稣的心意 跟耶稣的目标 还有跟耶稣的作为 门徒表现出来 是完全相反的 耶稣急需改变 门徒的错误 让他们可以 跟上耶稣的道路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问的是 今天我们会 比这些门徒好吗 其实我们也需要 透过对经文中 信息的思考 我们今天是不是在 跟从耶稣 还是说我们今天 抗似与耶稣同行 其实不同路 目标 方向 光硬 可能都不同跟耶稣 所以今天我们 借这段经文 让我们可以与耶稣 同路 同行 可以行在正确的路上 面对正确的方向 那么让我们将来 可以得到神国的荣耀 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 那么下面我们 今天就来思想 第一大顶 我们来看第一顶 我们跟从耶稣 小心同行不同路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知道大家 开车的时候 是不是习惯 很习惯看GPS 我的习惯是看GPS的 那即使那段路呢 很熟悉我还会看 因为我这样子会知道 大概多少时间 我可以到达 那么当我看 这个GPS的时候呢 有时候也会看错 就是分别不了哪条路 就是当有两三条路 并行的时候 因为你在GPS上 地图上看呢 你看不出来是哪条路 因为两三条路 都是并行的时候 你看不出来的 有时候我以为 我会开在一条 正确的路上 结果开着开着就开错了 后来发现是两条路 两条路开着开着 它就分开了 特别在高速上 有时候常常一条路 但是它会有 好几个分叉 对吧 如果你一不小心 你就错了 所以真的是 同行不同路啊 所以门徒在跟从 耶稣的这条路上呢 也会跟耶稣同行 但却不同路 那么我们看看 门徒与耶稣 为什么同行 但又不同路呢 与杨烟有哪些呢 我们来看第一 信心不足 常常背离神的道 现在的各位姐妹 今天经文段落的第一节 就是你手上的圣经37节 耶稣和三位门徒 下了山之后 山下有很多人迎进耶稣 许多人需要耶稣 那么在这里形成一个对比 就是说门徒不成熟 但又有很多人需要耶稣 其实形成一个对比 突出了耶稣门徒 非常需要快速地成长起来 耶稣下山之后 遇见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有人带着自己 被鬼附的儿子 他首先找门徒们 因为上山的门徒 只有三位嘛 所以山下门徒 还有九位啊 去找这些门徒们 且门徒把鬼赶出去 但是门徒却做不到 所以这个人 只能找到耶稣这里来 他求耶稣说 求他看顾他独生的儿子 把鬼赶出去 那么门徒不是从耶稣那里 已经得了权柄 可以赶鬼吗 我们路加福音 起命的经文嘛 不是说耶稣给他们权柄 可以赶鬼吗 是的 耶稣是已经把赶鬼的能力 跟权柄给了门徒的 那门徒不能够赶出鬼 显然问题不在耶稣这里 而是门徒 所以耶稣面对这个情况 耶稣一番话 道出其中的原因 耶稣面对这样的情形 耶稣说 哎 这又不信 又被拗的时代啊 我在你们这里 忍耐你们 要到几时呢 所以耶稣这里说 又不信 又被拗的时代 那耶稣这句话 是指哪些人呢 哪些人是又不信 又被拗的时代呢 那我们来想 第一 耶稣指那些迎接他的百姓 是又不信 又被拗的 对 很有可能 对吧 但是你看整个话的时候 你会注意 这同时也包括了 耶稣的门徒 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的是 门徒没有比众人好到哪里去啊 他们一样 也是又不信 又被拗 所以耶稣接触感慨 我要忍耐你们到什么时候啊 所以显然 耶稣期待门徒能够快快地成长起来 可是门徒呢 也总是不信 无知 又软弱 所以不信与被拗 这样的情形 其实从旧约以来 一直到新约 一直到耶稣啊 其实神的百姓总是不信跟被拗 所以耶稣称这个世代 是不信又被拗的世代呢 在这里呢 大家注意 其实复印了路加福音书第七章 在第七章里面 耶稣在那里有个比喻说 好像孩子在街上做游戏 我向你们吹笛 你们不跳舞 向你们举哀 哎呀你们不敌哭 所以约翰跟耶稣的信息呢 他说你们都不接受 你们只会去毁伴他们 约翰来了进食 不吃不喝 你们说约翰是被鬼附的 但是人子耶稣来了呢 又吃又喝 你们又说耶稣是汤食好酒的 哎呀耶稣是瑞利跟罪人的朋友 你看看 这就是那些悖逆不信的百姓啊 他们对神的心知 总是指指点点啊 但他们却不知道 自己是个罪人 所以耶稣称这个世代 是不现有悖念的世代呢 又复印了路加福音第八章 有一个啥种的比喻 耶稣说 他的比喻 让有些人听得懂 有些人听不懂 为什么呢 因为旧约以赛亚书的心知有说明 因为他们心门之有 耳朵发尘 所以耶稣说这些比喻 对于大部分犹太百姓来讲 耶稣说这些比喻 对于你们来讲是什么 看也看不尽 听也听不明 你看这样的情形 你们看看 三位门徒在那个登山并像的时候 耶稣和摩西 以利亚在山上 谈论去世的事 谈论一件这样重要的事情 你看 门徒却在那里打顿睡觉 门徒是不是看也看不尽 听也听不明 门徒也是这样 所以这些荣耀重要的时刻 他居然睡着了 所以这个睡着了 不是身体很累 肯定不是 而是他们对耶稣很无知 他们在属灵上非常迟钝 所以这些事情一进来 他们就睡得很舒服 所以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 其实还是不信 当然你可能不一定接受我的话 我哪里有不信 我信耶稣 我常常才天天来聚会 谈到这里的时候 我想起我去参加神学院 去学那一门读经法这门课 读经法就是教你怎么读圣经 这门课对于神学院来讲 是最寝的一门课 那么学习如何读经 请问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们常常说读经读不下去读不懂 我听到最多的问题就是读经读不懂 你觉得读圣经第一门课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什么 谁写的 还有呢 多读 顺服多读 读圣经第一件事 相信这是神的话 你不相信读懂了有什么用啊 你不相信你天天读又有什么用啊 所以教我们读经法的老师常常提醒说 你们根本不信神的话 如果你们信这是神的话 你们根本不会这样子做基督徒的 你如果信这是神的话 你的生活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们一边读就是一边不信 因为我们不照着神的话去做嘛 对吧 所以你如果读圣经读得越多的话 你应该发现什么 发现你是越来越背离神的道 你应该是发现这件事情 你越读圣经你会觉得 我越背离了神的道 所以这是我们看 当时的门徒的软弱 信心不足 常常背离神的道 好 下面我们看第二 不能够深入明白全民真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单从表面上来看 耶稣很被人接受 很受人欢迎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却恰恰相反 众人对基督时而复活的救赎 其实是一无所知的 我们看这个被鬼附的独生子 他身上的鬼被赶出去之后 你注意看圣经 众人对神迹的反应 一如既往的 好惊奇啊 好高兴啊 大家还是一如既往的这样子 但是 单单对神迹充满惊奇 或者欢呼又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 求病得意志的神迹 或者求鬼被赶出去的神迹 这些神迹实现了又有什么用啊 这些人却不知道 他们自己是罪人 耶稣来教人的罪得赦名 这才是耶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看你的经文在四十三节 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呢 众人稀奇的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你看 大家为神迹很惊奇 欢呼 耶稣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耶稣这句话什么意思 耶稣在转移门徒的焦点 焦点不是病得意志的神迹 而是耶稣为罪人而死 焦点是 耶稣代替人赎罪的救恩 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 这个神迹才是最大的神迹 所以谈到这里之后 我想起在《马太福音书》 有这样记载 犹太人他们要耶稣 从天上显一个神迹 那么求的时候 耶稣说 除了约拿的神迹 再也没有神迹给你们看 耶稣说 只有把约拿的神迹给你们看 那约拿的神迹是什么意思呢 约拿三天三夜在雨的肚子里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 约拿已经死了 这是他脑子的神迹应该活着 他的呼吸肯定是死掉的 那么 约拿三天三夜在雨的肚子里之后 又从雨口里活活地出来 然后传讲 向宁尼威讲审判的信息 所以耶稣就像约拿一样 三天三夜在地里头 他第三天 耶稣从死里复活 他胜过死亡的权势 他给人新生命的福音 还有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他再来的时候 是审判这个事件 这就是耶稣说 只给你们看约拿的神迹 所以耶稣去耶路撒冷受苦 我们看到他死而复活 这件事情呢 其实门徒是总是不明白的 我们从圣经四十五节说 门徒什么 不明白这话 对于他们说 这个意思呢 好像隐藏起来 甚至门徒都不敢问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弟兄姐妹不敢问是什么情况 知道吗 你们敢不敢问啊 不敢问 第一表示他们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问 对吧 有时候我们常常说 大家学完了有问题吗 都不问 可能就是说 从哪里问都不知道 还有呢 即使问了 耶稣回答门徒了 门徒也肯定听不懂 对吧 就说我问了 耶稣回答了 门徒还是听不懂 那听不懂就别问了 对吧 既然门徒不敢问 学生不敢问老师问题啊 其实是他们对于这些事 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们看这些门徒 虽然是跟随耶稣的 其实他们跟耶稣是同行不同路 原因是他们对耶稣 死而复活的真理 没有全面地知道 没有深入地了解 所以他们就会迟钝 他们信心就不足 亲爱的朋友姐妹 我们从路加福音后面的经文来看 耶稣十二复活之后 你现在可以翻到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在二十四章的时候 耶稣复活那一天 有两个门徒疑惑 他就离开耶路撒冷 往以马五十去 这两个门徒面对愁容 一边走一边说 耶稣是大能的薪资 却被钉在十架上死了 现在三天过去了 有几个妇女和门徒说 耶稣复活了 但是我们又没有看尽 这两个门徒一边走一边说 一边走一边说 心中充满了疑惑 这个时候复活的耶稣 无形中就慢慢地跟他们同路 一直走一直走 但是他们认不出是耶稣 但是耶稣一边听他们讲 听他们的疑问 然后耶稣说 无知的人啊 心知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信心太迟钝了 你们不明白心知的一切话 所以之后耶稣就将 摩西和心知的话 指着耶稣讲的 都给这两个门徒讲明白 所以这两个门徒明白之后呢 他们就回耶路撒冷去 告诉其他的门徒说 耶稣复活了 我们都看尽了 但是那些门徒还是在疑惑 突然之间 耶稣就向这些 所有的门徒醒信 并且耶稣还吃了 门徒给他们烤好的鱼 所以耶稣这个身体 是完全复活的嘛 对吧 所以耶稣对他们说 摩西的律法 心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 凡指着我的话 都必须应应 摩西的律法 心知的书 诗篇加起来 就是整个旧约 所以耶稣把整个旧约 指着耶稣讲的话 都给门徒讲解明白 所以我们看 在路加福音 我们把策读一下 一起来 一二三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又对他们说 照经上所写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日从十里复活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 传悔改 设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 直传到万八 所以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最后门徒他们才懂的 所以弟兄姐妹 对于神的话 我们真的需要 全面地知道 要深入地了解 所以我们现在差不多 每年读经读一并 对吧 在我们当中 已经把圣经 不光是这两三年以来 你已经读网一并了 请举手 有不少人的 我知道 给你们一个掌声 鼓励一下 不错啊 对不对 所以好好读 现在他们也都已经开始 在读第二并了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谈第三 与神果的价值观 完全相反 亲爱的弟兄姐妹 跟从耶稣 十价路 门徒醒出软弱 还表现在 门徒有以自我为中心 他们的价值观是属世的 跟神果的价值观 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经文透过三个事件 揭示出他们 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 我们看看这三个事件 第一个事件 我们谈到 以自我为中心 第一 以我为大 我们经文在 路加福音第九章四十六节 那里说 门徒中间起了争论 谁将为大 引发这个争论是什么呢 就是说门徒误会了 耶稣去耶路撒冷的使命呢 他们说 耶稣既然是弥赛亚 是基督 去耶路撒冷 一定会发动政治正病 然后夺取犹太人治理的主权 打败罗马帝国 所以门徒这样认为的时候 他们就争论 谁做左将军 或者谁当右丞相 对吧 所以门徒就争论 谁为大 所以你看 门徒的价值观 其实就是世界的这一套 世界的价值观是什么 就是我们做人 一定要出人投地 对吧 我们做人要争取做人上人 我们要争取做高位 这就是世界的价值观 所以门徒他们根本不懂 十字架的舍己 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 门徒根本就不懂 所以在路加福音九章四十七节 当耶稣看到这个时候 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 不是嘴巴的议论 耶稣看进人的心的 耶稣就领一个小孩子来 叫他站在自己旁边 然后对他们说 反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反接待我的 就是接待那才我来的 你们中间最小的 他并为大 其实是反过来的 所以谈到这里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的观念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仍然用世界的观念 去想听国 我们是用世上的一种想法 去描述听国的 有一次上神学课 我们这批学生 因为讲到末世论 又讲到将来 所以我们这些做学生 就问老师 我们说老师 将来在听国里 我们有这么多人得救 然后每个人都做王 然后听上的听使 足够服侍我们吗 对吧 一个人如果有两个听使 三个听使 服侍你应该的 对吧 一个端茶 一个倒水 一个还锤锤锤锤 对吧 总得两三个嘛 对吧 那这么多人得救了 在听堂 听使够吗 我们的老师说了一句话 他说 你们啊 你们不明白天国 为什么 他说你们还是 以世界的观念 去理解天国 你们以为做王 是受人服侍的 天国做完的 都是服侍人的 所以是你们去服侍人 不是多少听使 来服侍你 所以我们想听国 还是用世上的观念 一直想 听国应该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还有第二呢 我们看 以我为武 你看经文在四十九节 约翰说 我们禁止一个 奉尼名赶鬼的人 约翰说 我们去禁止那个人 那个人 他不跟我们一起 但是这些人 是奉耶稣的名赶鬼 但是呢 不跟我们一起 约翰说 我把他禁止了 那么这件事情 耶稣说 与我们不是一起的 就不可以容许 就是说 约翰认为 跟我们不是一样的 就不行 弟兄姐妹 这里我们看见 耶稣的观点是什么 在路加福音十一章 二十三节那里 又提到一句话 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 那里又提到一句话 不与我相合的 就是离我的 不同我收据的 就是分散的 耶稣的观点是 耶稣才是中心 这个人如果 以耶稣的名去做 都可以 如果这个人 不奉耶稣的名去做 那就是敌对耶稣了 这个人是奉耶稣的名 那就是与耶稣相合的 就是属耶稣的 但是约翰去禁止的 这个人 有没有属于耶稣 约翰去禁止 那个人不可以做 那个人有没有属于耶稣 对啊 奉耶稣的名就属耶稣的 因为他奉耶稣的名 去赶鬼 约翰把他禁止的 按耶稣来讲 他奉我的名 奉耶稣的名 就是耶稣接纳的呀 是一样的呀 但是约翰为什么禁止他 约翰的观点是 不是说他以耶稣为中心 约翰说他不以我们为中心 我们十二个门徒才是权威 必须以我们 你要跟我们才可以 你不跟我们都不可以 都是错 都是不允许的 所以你看 他们自我中心 以我为武 不是以耶稣为中心 所以他们的心胸是狭窄的 他们根本没有宽管的心胸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教会 做服事 做侍奉 有时候也落入了 以教会为中心 以人为中心 以某一个领袖为中心 以某一个事工为中心 去不允许有一些教会 有一些福音 有一些做法 不允许人家说 人家都是不好的错的 只有自己最对 其实这就是心胸狭隘 还有第三个事件呢 以我为中心 是以我为义 这我们看到 第五十四节 当那些撒玛利亚人 不接待耶稣的时候 这个约翰又生气了 约翰说 降下火来 烧灭这些反对的人 他是叫耶稣 降下火来 还是他要降下火来 对啊 我们丰富火 从天上降下 那个约翰厉不厉害啊 鬼赶不出去 居然丰富 活从天上降下来 把这些人烧死 哎呀 干坏事是很厉害 很有信心啊 赶鬼就赶不出去 对啊 你看这些门徒 是以我为义 对吧 觉得这些人 不接待我们 这些人就该死 就该受审判 但耶稣说了一句话 算吧 他说人子来 不是 不是要灭人的性命 乃是要救人的性命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见 门徒对于整个 基督十字架的福音 是完全背离的 完全背腻的 行出非常多的软弱 其实今天我们也一样的 好 下面我们谈谈第二 既然 他们遭受这些 下面我们看第二大顶 跟从耶稣 我们该如何调整自己 好 前提后结果 门徒虽然如此自私 他们不信又无知 耶稣其实并没有放弃他们 耶稣没有不使用他们 耶稣真的是充满忍耐啊 你看耶稣说 哎 这又不信 又悖逆的时代啊 他其实也可以指着门徒 你们这些门徒 到现在还不信 还怎么悖逆 我忍耐你们要到什么时候啊 但是耶稣仍然忍耐 耶稣在责备中 给门徒以正确的引导 所以你看第十章 耶稣就拆请七十个门徒 其实耶稣仍然没有放弃 虽然他们不好 虽然他们不懂 但耶稣还是用他们 所以我们也一样 我们没有比门徒强 我们只有比他们更差 对吧 跟旁边人说一下 说自己啊 我没有比门徒强 只有比门徒更差 不要讲对方啊 讲你自己啊 我啊 我没有 但是 其实耶稣对于我们 也是一样 没有放弃我们 其实耶稣总是 忍耐我们的软弱 他也不断金锢我们的脚步 我们这样自我 但是他仍然是 让我们可以 参与他的工作 其实这就是 对我们几道的鼓励 与恩典 所以因此我们 常常需要调整 自己合乎 神的心意 下面我们看 怎么调整的 第一 让十字架真理 成为心中的方向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读 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节 耶稣说 耶稣为耶稣 上次的日子相当 祂就定向耶路撒冷去 并打发使者在祂 亲口找 好 这些经文告诉我们 耶稣知道祂的时间不多了 祂命向耶路撒冷而去 那么我先说一下 在三卷对光福音 什么叫对光福音呢 就差不多的福音书 福音书又四卷 但是马太马可路加 是差不多的 这叫对光福音 对光福音就说 可以一起看 看看这 也可以看看那个 叫做对光福音 那么这三卷福音书当中 路加福音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里开始的第九章 一直路加福音到十九章 总共有十一章 这十一章的内容 继续都在讲 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路程 就是十一章的内容 讲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路程 那么如果把这十一章的内容 看里面的内容的话 你其实可以推断出 其实这十一章有一年多的时间 那一年多的时间 其实是不合理的 因为耶稣最后去耶路撒冷 不到的旅程 最后最后 耶稣去耶路撒冷 其实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就到了 那为什么用了一年多呢 还有路加福音九到十一章当中 你读的时候会发现 他有防防复复 来来回回的情况 就是说有时候在耶路撒冷 但是有时候又在加利利 有时候在别的地方 就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意思就是说 去耶路撒冷 圣经说耶稣要去耶路撒冷 其实这句话的 他意思说 不是一次当纯的去耶路撒冷的路程 那么向耶路撒冷去做着的意思是什么 这绝对不是单纯的表达地理的方向 这是表达耶稣的使命感 所以这个不是说 一次去 那个不是表达这个 重点是表达耶稣的使命 表达耶稣心里面的方向 使命向耶路撒冷 所以耶稣来到世上 他的使命就是在耶路撒冷成就的事 就是为罪人赎罪死而复活 你看十二岁的耶稣 在耶路撒冷的圣经当中 他就知道说 我当以父的事为命 所以十二岁的耶稣 就以父的使命为他人生的方向 所以当耶稣说 你们要背起十架来跟从我的时候 我们看看这些门徒 他们显然在跟从耶稣的路上 他们迷失了方向 因为耶稣心中的方向 他命向耶路撒冷去受死 但是门徒心中 不知道去耶路撒冷 以为是做王 所以他们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所以门徒若要与耶稣 真正的同路情形 门徒需要找到自己心中的方向 这个心中的方向 就是门徒要命向耶路撒冷而去 那么门徒 有没有找到这个方向呢 门徒后来显然他们找到这个方向了 那个在使徒形状 使徒形状当中我们看见 门徒带着福音的使命 传死而复活的耶稣 门徒在使徒形状里面 门徒仍然是以耶路撒冷为焦点 他们从耶路撒冷开始 到犹大全地 然后从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 然后从撒玛利亚 要再到世界的地极去 所以使徒形状当中 门徒将耶稣在耶路撒冷 所成就的事传扬出去 在使徒形状当中我们看见 门徒终于找到心中的方向了 他们把福音传到地极 但他们仍然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 向整个世界传福音 我们在哥林多书第二章第二节 保罗曾经在他的一生中 说过这句话 保罗说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心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定死之家 保罗一生只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保罗的方向 就是去往耶稣定死之家的路 这就是保罗心中的方向 弟兄姐妹 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来讲 不要让世俗的价值 成为我们心中的方向 我们今天基督徒 差不多我觉得我们几乎所有的人 我们的心中的方向 就是追求这个世界的价值 对吧 我们心中的方向 应该追求更多的勤财吗 更多的名利 可能这就是我们心中的方向 而是基督的福音 要让成为我们的使命 让基督的福音 成为我们心中的方向 在教会的进照上 我们要以十字架的真理 为教会进照的根基 在对付我们旧照的生命 我们要让十字架 成为我们生命的印记 在我们生命中 有十字架的印记 有受苦的印记 有被基督管教的印记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侍奉上 我们要以十字架的精神 为我们舍己的动力 然后在福音的传扬上 十字架是我们传扬的核心内容 当我们在面对苦难逼迫的时候 十字架要为我们胜过 环境的力量 因着耶稣也这样受过苦 我们面对苦难就有力量了 当我们面对撒旦的势力的时候 十字架应该成为我们得胜的惊奇 当我们面对将来的盼望 十字架可以换取荣耀的冠冥 最后这句话跟旁边人重复一下 十字架可使我们换取荣耀的冠冥 所以让这个苦难的十字架 希望可以成为我们将来是夸口的十字架 成为我们人生荣耀的十字架 好 这是第一 下面我们来看我们如何调整的第二 这个是刚才保罗的经文 好 我们看第二 第二 让跟从耶稣成为优玄的关系 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门徒如何调整自己跟从耶稣呢 第九章的经文 最后以三次呼召作为结束 三次呼召当中 耶稣都提出一个同样的要求 那个要求其实总结起来就是 优玄的关系 意思就是说 跟从耶稣做门徒呢 要成为信徒生命中最忧心的选择 并且是最忧心的关系 我们看圣经第九章五十九节 耶稣呼召一个人跟从他 那个人说 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 这句话读过来 我们有时候会读不懂 这位这个人 他的父亲是死了吗 如果是死了 埋葬也是一天的事情很快 其实这里大家要注意 犹太人有一个传统 他们埋葬有两次 其实这个在中国 有些地方也有这种文化 埋葬要埋两次 第一次把它埋下去之后 一年多以后 那个尸体会烂掉的 然后再把那个骨头拿起来 重新再埋下去 那中国其实有这个文化 我最近看的一个考古 就发现有一个 中国古代有一个地方的人 就是埋两次的 第一次埋下去之后 一年多以后 把他的骨头拿起来 再埋葬一次 犹太人也有这样的 一种埋葬的方式 所以可能这个人 刚刚把父亲埋葬了 可能还要等一年多 再把他埋葬一次 好 那么我们再看六十一节 说那个人要跟耶稣呢 他说我要心词别家里的人 那么耶稣说 守抚着你向后看的人 不配进神的国 所以这个比喻向后看 就表示呢 人不可以怀念 你继续怀念这个世界 你继续倾挂这个世界 那你就不能跟从耶稣啊 我们看到旧约 对吧 罗德的妻子 天使喊 快往山上跑 不可回头看 讲得很清楚嘛 但是罗德的妻子 还是回头看一看索多玛 看一看那个荣华的城市 看一看自己的家业 他就变成盈住了 所以跟从耶稣 其实我们也做一个决定 我们不回头看 我们要跟随主到底 所以与耶稣尽力的关系 其实这个是最忧心 要尽力的关系 这个关系我们要好好尽力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人跟从耶稣 他必定生命成长 品格优秀 有责任感 有人说 耶稣叫他们 这样的离别家里的人 放弃家庭 这样不好啊 其实弟兄姐妹 这只是个忧心的选择 忧心的关系 就是说 假如一个基督徒 真的是认真的跟从耶稣 他生命成长 品格优秀 有责任感的话 其实这样的基督徒 会很好照顾自己的家庭 会看顾自己的儿女 夫妻生活也会很好 其实是会很好 不是说 完全不照顾家庭 完全不看顾亲人 这节经文不是这个意思 这节经文突出的 是这个忧心的关系 这个关系 心要尽力 这个关系最重要 意思就是说 跟随耶稣做门徒 这件事 是你人生中最重要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这样 那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让弟兄姐妹更加明白 我举个例子 假如一对年轻人 昨天干结婚 请问 从昨天开始 他们夫妻关系 是不是要比 原生家庭中任何的关系 都要亲密 都要忧心呢 如果他结婚 还没结婚 这个人可以跟妈妈很好 跟爸爸很好 对吧 他昨天结了婚呢 就说昨天开始 今天结婚也一样嘛 他跟妈妈的关系 还要第一吗 你们认为呢 妈妈们 还要第一吗 他要跟你第一 还要跟他老婆第一啊 跟他老婆第一啊 有多少家庭离婚的 都是妈宝 我听说有一个 有一对夫妻离婚的 理由是什么 就说他儿子结了婚之后 他妈妈每天夜里 推开夫妻娘的门 去看一看 他儿子好不好出去 然后儿媳妇受不了啊 最后离婚啊 好 我就举这个例子 就说这两个年轻人 结了婚之后 他们两个结婚之后 接下来关系 最忧心的关系就变了嘛 他们夫妻关系 是最忧心的 他原来跟爸爸的关系 跟妈妈的关系 就比起这个 就吃药了 但是你不能说 这样吃药了 就是不孝顺 这不叫不孝顺 这是应当如此的 这个圣经也说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成为一体 这个离开是 最亲密的关系要分开 最亲密的关系 变成妻子了 但是妈妈排第二吧 OK 所以妈妈也注意 多对老公好 反正儿子有心 总会抛弃你的 就是这样 OK 好 我这样一讲 你们就明白了 耶稣为什么说 跟他经历关系 比家人还重要 其实就是说 这是最优选的一个关系 好 最后一点 我们看 成为孩子帮 信靠主 亲卑服侍 面对十架十架的道路 门徒醒然 他们醒出自己的软弱 他们争论谁为大 所以他们面对 敌意的人 就要吩咐 火从天上 降下来烧灭他们 所以耶稣说 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 是要救人的性命 当门徒在争吵的时候 耶稣把小孩子叫过来说 凡要接待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所以耶稣说 你们中间最小的 他并未大 所以我们从耶稣 以孩子的比喻当中 我们需要如何调整自己呢 我们从这个小孩子里面 我们看 第一是 向小孩子 无依无靠地 信靠耶稣 你看 小孩子是软弱的 小孩子是需要靠大人的 他自己没有能力 照顾自己的 所以孩子最有一个特征是 他要依靠人 那耶稣说 我们要变成小孩子 其实是指 我们要全然地 去依靠耶稣 去信靠耶稣 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所以这一个信心 我们要学习 向小孩子 完全地去依靠 依靠耶稣 还有呢 他像小孩子呢 也提到呢 说你们要接待这个小孩子 就是接待我 所以服侍小孩子 我们要服侍众人 就像服侍小孩子一样 不要说这个地位高的 就服侍 那个地位低的 就不服侍 不要说 其实有时候 我们的服侍也分层次 以为讲台上的服侍 高级一点 厕所的服侍 就低级一点 厕所的服侍 没有低级了 仍然是高级的 我为清洁的人 也是做了一样的牌子的 听说清洁的弟兄姐妹 不想带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带 我意思说你带起来 跟我站讲台一样啊 一模一样的 我没有做两样的牌子啊 所以你也可以 你要带起来 就是表示 你做洗厕所的 比站讲台的还大 对不对 所以你要带起来啊 所以弟兄姐妹 这就是耶稣说的嘛 我们在天国里啊 我们就要 去接待一个小孩子 耶稣说你就是接待我 所以我们的服侍 应该是清卑的 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服侍 不是抢高位 不是欺压人 不是自以为义 不是去审判人 我们要清卑服侍 我们的服侍 最终是叫人得益处 得到耶稣的救恩 好 那最后我们 看一下今天我们分享的 我们读一下 第一点 我们跟从耶稣 小心同行不同路 我们把一二三读一下 一 信心不足 常常背离神的 第二 第二点 跟从耶稣 我们该如何调整自己 第一 让实践 能用作清修 第二 让你跟从耶稣 成为优秀的方式 第三 成为人家 信好住 心得认识 好 我们最后看一下 结论 结论 跟从耶稣 能同路情形的人 就要借着实践的道路 与耶稣 心思相同 价值相同 心智相同 使命相同 目标相同 把手伸出来 我们说一下 第一 心思相同 价值相同 心智相同 使命相同 目标相同 愿神祝福我们 我们真的可以与他 同路情形 不要 同行 不同路 最后 找到底是两个方向 那就很可灵了 好 好 好